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桃園勢力平鎮高中林心大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第七章第一節裡面的 第四個小部分 叫做溫度與克時溫標 首先我們邀請同學看一下兩張照片 大家看到這兩張照片心裡會有什麼感覺 對啦 應該會有冷跟熱的感覺吧 但是老師要提醒大家 冷跟熱畢竟都只是感覺 在科學上要描述冷跟熱 並不能只能說Fu而已 怎麼說呢 同學你應該有經驗啦 在開著冷氣的教室裡面 總是有人短袖短褲還在那邊喊說 好熱喔 溫度可不可以低一點啊 開電風扇好不好 可是有些同學呢 早就已經外套穿到整個人包裹在裡面說 欸 好冷喔 所以大家都可以發現 冷跟熱啊 因人而異 不能只能用冷熱來做科學描述 因此要用什麼來描述呢 沒錯啦 就要用我們的溫度計 來描述我們的冷跟熱 那冷熱的度量的溫度計呢 什麼時候最常看到 其實老師覺得啊 生活中會遇到溫度計的時候 就是在你感冒的時候啦 你會發現啊 醫生總是用什麼 耳溫腔啊 耳溫腔啊 或是小baby用的那種 液晶貼片貼額頭的 甚至比較古老的時候啦 是用這種塞在一些地方的溫度計 來測量你身體的溫度 以上這都是你在生活中 在看醫生的時候會遇到的溫度計 那科學上的溫度計呢 大概會有像這種啦 OK 紙針式的啦 或者是像 酒精溫度計啦 甚至是在實驗室的牆壁上 可能會看到一種 就是雙金屬式的 紙針式的溫度計 那麼這些溫度計呢 都可以拿來測量溫度 但工作原理不盡相同 我們今天呢 主要來介紹的是 這一種類的溫度計 OK 那我們就以最右邊這個 水銀溫度計跟酒精溫度計 就是唯一例好啦 問同學一個問題啦 為什麼這兩個東西 可以拿來測量溫度 對啦同學 你會發現這張照片 就是個提示跟答案 有沒有看到 軌道因為熱的關係 膨脹而彎曲 OK 所以剛剛那個 水銀溫度計跟酒精溫度計 主要用的就是 熱膨脹的效應來測量溫度 那所以我們說啦 只要對於溫度 可以有均勻膨脹 跟縮收的效應的物質 都可以拿來當成溫度計 而且啊 如果這個膨脹跟收縮的 程度越明顯 它拿來當溫度計啊 它的那個差異 可以標示的越清楚 所以這裡老師要問同學 一個問題 請問 如果以物質的三態而言 固態 液態 氣態 哪一種最容易看出差異 同學應該可以想到啦 當然就是氣態 所以古時候的科學家也是一樣啦 既然氣態那麼容易看見 當然就用氣態來做嘛 所以呢 早期有個科學家叫做 咖利略 大家應該很熟啦 他在1953年的時候呢 做出歷史上記載的第一支 氣體溫度計 那他的照片呢 就像是圖中間這樣所示 那他的工作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用簡單的照片提醒你啦 在左手邊呢 就是在還是冷的狀態的時候呢 底下的液體有一個科度的地方 那當上方的空氣受熱之後就會膨脹 他就把液體的液面給往下壓 那這時候呢我就可以做科度的標記 我就可以拿來做溫度計了 可惜啊 早期的人呢沒有想到有很多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他還會受到大氣壓力的影響 因此這個溫度計拿來標記的時候啊 不盡理想 那他拿來研究也不是非常的方便 因此後來科學家呢 就改良了實驗裝置 讓我們來好好來研究溫度這種性質 因此呢我們畫了一個示意圖 在各位的左手邊 它是一個絕熱的容器 什麼是絕熱呢 是說當我的熱輸入進去之後 他就不會隨便的把熱給跑出去跟跑進來 OK 那所以唯一能夠加熱的地方呢就是在底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裝置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 同學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實驗呢 希望可以記錄的是這個容器裡面的氣體體積 跟它所對應的溫度 那一開始的狀態呢 我們把它的溫度跟體積記錄下來 在坐標軸上畫上一個點 好現在我們把這個氣體拿來加熱 熱脹起來之後 體積就上升 那當然溫度也是跟著上升啦 所以我們可以畫出第二個數據點 接下來呢我們再讓熱量輸入 溫度再次上升 OK體積膨脹 我們就可以記錄第三個數據點 好那有了這些數據點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數據點連成一條線 那接下來呢我只要看我的實驗裝置的體積 就可以去反推我的溫度是多少 OK 好那我們只用一種氣體不夠科學 所以呢科學家就換了不同種氣體來做一樣的實驗 欸就發現了 不同種氣體呢它一樣可以做出 類似的曲線 好類似的直線 那大家可以看到線畫出來是這個樣子 有一點點差別 但是科學家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我們把這三條線做個延伸 欸非常有趣耶 他們居然會交在同一個點 而且當我們把坐標軸稍微移動之後 你會發現 欸這三個交代的點剛好會是-273.15度C 哇這個溫度實在是太特別了 不管是什麼樣的氣體 在這個溫度之下它的體積都是0耶 理論上都是0耶 太特別了 所以呢我們就想說 欸既然這個點是這麼特別的 我們就來定一個新的溫標 那個溫標就叫做克式溫標 我們把這個所有的氣體理論上 體積都為0的地方定為0K OK它太特別了定為0K 那麼它會隨著溫度開始上升 我們的標記怎麼標呢 簡單一點啦 就跟攝氏溫度一樣 攝氏溫度每增加1度 克式溫標也增加1度 OK 所以大致上是像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要叫做克式溫標呢 欸聽說就是要來紀念 熱力學非常有貢獻的克爾文爵士啦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回過頭來看一下這個實驗圖 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從這張實驗圖裡面我們可以看出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我們因為了這個實驗結果制定了克式溫標 它的換算呢 跟攝氏溫標的換算 如這個公式所示 第二個呢 我們會發現 氣體的體積會跟克式溫標的溫度乘 正比關係 通過原點乘正比的關係 再來第三個我們發現 溫度會有一個最低最低的極限 OK 我們稱它叫做絕對0度 因為在這個溫度之下 所有的體積理論上都是0 那有東西可以體積比0還要小嗎 沒有嘛 所以因此溫度最低就是在這個地方 0K 第四個 0K只是理論上的溫度 事實上現在實驗還沒有人做到0K那麼低 它是一個到不了的理論極限 那我們這邊還想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溫度越高的氣體 它如何撐起越大的體積呢 我們來用微小粒子 氣體分子的觀點來看一下 這個體積的狀態 在低溫的時候呢 氣體的運動狀態 稍微比較緩慢一點 當溫度增加之後 體積膨脹 我們會發現 裡面的氣體分子動得比較快囉 聰明的你應該會發現 當溫度變得更高的時候 氣體分子會 比剛剛都還來得更快 所以我們把這三個實驗結果 放在一起比較之後 你會發現 的確 低中高溫的氣體分子運動速率 就是慢中快的現象 那同學 熱是一種能量 速率 對應的能量是什麼呢 答對了 就是動能 所以同學 我們可以這麼說 溫度越高 熱能越大 對應的就是 原子的平均動能越大 所以熱的現象 展現在運動學裡面 其實是分子的 原子的 運動狀態 動能越大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到這裡進入尾聲 我們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第一個 是溫度 是用來描述冷跟熱的物理量 第二個呢 我們因為了一些實驗 制定了科學上使用的克式溫標 它的換算 如上面的公式所示 第三個 溫度會有一個最低最低的極限 因為在那裡 理論上所有的氣體體積都會變成零 不可能再更低了 所以我們稱它叫做絕對零度 第四個 溫度越高 代表的是物質中的原子 平均動能越大 所以我們再一次證明 熱也是一種能量 而熱的能量表現在哪裡呢 表現在動能身上 以上呢 就是我們對於 溫度與克式溫標的介紹 期待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